Targeting Tooth模式课程说明 每个同学每次都会安排约一小时的操作时间 前半场先练习有Targeting Tooth模式 后半场练习无Targeting Tooth模式 并尝试去除同样粉红色的区域 牙科的修膜主要有两种形态 制作窝洞以及表面切削 这两种类型的操作的要求与动作不同 本学年会安排四个给同学体验 请同学操作过后评估差异 我们将会在上学期与下学期各执行一次问卷 希望同学能给予真实的回馈 作为日后改善与执行的参考 接下来是操作过程的简单说明 在有Targeting Tooth模式之下 试着让Ideal Preparation达到指定分数 这边是75分 磨到No Go Song导致分数是0分或者扣分也没关系 再次重新开始练习即可 底下有提供多种钻针 手感上略有差异 同学可以都尝试看看 使用辅助器械来评估 并记住这个窝洞的深度与尺寸 在无Targeting Tooth模式之下 尝试复制出刚刚练习的窝洞 可以使用辅助器械来评估是否在宽度与深度上有符合 试着让Ideal Preparation达到指定分数 这边是60分 底下的总分越高表示有做出越接近的外形 多尝试几次看看分数能否越来越高 以上是课程说明 若人有疑问请与授课老师或者助教咨询